哈囉大家好 我是Ean 最近是防疫期間 大家最好不要到人多的地方爬爬照 所以這一集呢 要來跟大家介紹許多經典的登山車電影 讓大家能夠在家裡看 這邊所挑出來的都是30分鐘以上的長片 也都是最具代表性還有帶來長遠影響的影片 這集是看熱鬧片 意思就是說 就算你不懂車 你不懂這個運動 你光看畫面就可以看得很爽 那今天的上集就要先介紹三部年代比較久遠的影片 這是從1998到2009年之間 Crank的系列影片第三部 導演Bioran Inga 當初受一個媒體公司所邀請 製作有關登山車的節目要在美國的運動頻道上播放 Bioran自己在惠斯勒住了好幾年滑雪跟騎車 剛好藉此機會把剛誕生的 FreeRide自由騎的騎法發揚廣大 這系列的影片對自由騎有非常深遠的影響 有非常多大咖車手的處女秀 就是在Crank的系列影片中出現 比如每年惠斯勒Crank Works 在Pink Bike的主持人Bread Tipi 還有在惠斯的以他名字區名名路線的Richard Schley 另外還有很多影像工作者 因為參與製作Crank系列 展開了之後登山車影像攝影的生涯 那這個等一下下兩部就會再講到 Crank 3我們簡稱K3 這部片較前兩部製作成熟許多 算是這個系列裡面的轉折點 所以建議大家從K3開始 算是切入Crank系列的好奇點 這是從2000年到2009年之間 由FreeRide Entertainment推出十部影片中的第五部 創立FreeRide Entertainment的Derek Wesleyan 起初也是跟Crank的Bjornanga一起合作 後來自己另起爐灶推出NWD系列影片 這個系列影片的風格比Crank的更為廣泛 除了有自由棋為主軸之外 還有下坡賽、土坡車等不同騎乘風格的畫面 由於Derek他自己是學攝影的科班出身 所以NWD系列在視覺製作上的水準更高 那每一集他們都想破頭想要有新的突破 比如說史上第一次登山車飛越環法主旗團的畫面 就出現在NWD第四集裡面 由車手David Watson執行 NWD系列的出現讓業界對自由棋產生的重視 更進一步推動了這種騎乘方式的熱潮 而導演Derek Wesleyan去年也因此入選了登山車名人堂 這邊選出來的第五集主題是越獄 正如每一集都有個別的主題一樣 你會看到很多大咖車手在串場有很搞笑的演出 整個系列都很值得大家一看 這是稱為The Collective 三部曲的第三部影片 The Collective 團隊是由一群熱愛騎車的攝影工作者所組成 主要是由 Jamie Housen還有Darcy Wittenberg兩人主導 這兩個人原本也是在Crank系列中工作 但是在K4之後因為創意方向不同 兩個人乾脆退出自己來拍 因此在2004年推出了首部曲The Collective 這個系列與其他影片不同之處在於 對於車手或這個運動圈有更深入的刻畫 多了更多車手的字數或者是旁白描述 而不僅僅是車手薄命演出的畫面轟炸 整個影片的畫面與配樂更有電影質感 這樣的手法在當時獨樹一格 也影響了後來其他影片的製作與拍攝手法 這裡挑出來的第三部曲Season 是以四季為劃分 描述不同車手每個季節在自己家鄉裡的活動 The Collective 團隊後來因為 Jamie Housen 離開 剩下Darcy Wittenberg與其他成員 因此成立了另外一個團隊 就是現在大家所熟知的 Follow Me、Unreal、Not Bad 這些大片的製作公司 以邱Anti-Films 今天介紹了Cranked New World Disorder The Collective 這三個經典的系列影片 這些影片都是由騎車騎著超兇的人所製作的 大家在YouTube裡面都可以用關鍵字 請你就搜尋到 希望大家看看在那個還沒有GoPro跟空拍機的時代 當時的登山車電影 及運動是長什麼樣子 也歡迎大家留言寫下你最愛的登山車影片 跟大家分享 在看熱鬧篇下集 我們會再介紹三部年代更近的影片 請大家繼續收看喔 那我們今天就講到這邊 我們下次見 掰掰